欢迎收听凡人修心传第493回 这个时候将残生的傀儡兽收起来的韩利和南隆侯飞了过来 鲁章娜二话不说 将手中的内丹向两人一人一枚的扔了过去 韩利一手接过此物略看了一眼 就不动声色的收了起来 南隆侯呢自然也没有客气 随手放出一颗火球 将巨蟒的身躯化为了灰烬 鲁章娜才开口说道 这一次若是我们哪一个人单独碰上此兽 恐怕都大为己手啊 但是三个人联手的话 灭杀这种程度的古兽应该不算困难 要是那只火蝉也是如此好对付 此行倒轻松多了呀 哎希望如此吧 不过多半的火蝉手更棘手一些呀 毕竟的当年的苍昆上人都大伤人气 都能让他裸晃而逃的妖兽肯定不会太简单的 南隆侯叹了一口气 苦笑着说道 陆长老听了略以思量 也就无言的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呢 韩力化为了一道清光 将四周布下的镇旗全都收回 然后飞舍而回说道 走吧 那火蝉兽到底如何猎害 我们不久就会看到了 韩力沉声说道 随后率先大步走去 南隆侯和老者互相看了一眼 也马上紧随其后 毕竟呢 下面的北极元光 可全要靠韩力的两仪环才能过得去呀 巨蟒一灭 原先的灰雾自然一丝不剩 前方的一切都清楚无比 仍然一直是百余丈宽的石头路 左右和天上则遍布雪红色的静置之光 无法看清楚什么 韩力三个人呢 则在低空五六丈高处 缓缓向前飞行 一直飞出了二十余里处 这面前的景色一变 竟出现了一面淡黄色的高大石壁 石壁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山洞 有七八丈宽的样子 就是这里了 穿过此山洞就应该是那股了 可在洞中就有十余里长的 北极云光存在 韩道友 一会儿 这可全看你的两一环了 南龙侯长出了一口气 转脸对韩力说道 既然知道山洞中有北极云光 不能从其他的地方通过石壁吗 难道非要走着山洞 鲁长老摸了摸下巴 目光闪烁 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 哎 你用法宝随意攻击一下此石壁 就知道其中的缘由了 哦 那我试一下 显然鲁长老不死心 绣袍一甩 那道白色光环再次飞逝而出 狠狠地斩在了石壁之上 韩力这次看得清楚啊 那光脸竟是一口 适量奇特的短刃 仿佛是某种少见的飞刀法宝 在韩力注视之下 飞刀一斩在石壁之上 爆发出刺目的白芒 有所感应的鲁长老脸色微变 伸手一招呢 马上将飞刀收了回来 韩力定睛看去 这件飞刀所及之处 竟出现了一个寸许深的淡淡的刀痕 而刀痕内隐隐的有粒粒的荧光 微弱的翻出 这是 钢银沙 这石壁中竟然有 钢银沙云眶 老者只观察了一会儿 就声音有些变了 一听到钢银沙三个字 韩力神色大变了 同样走上前去 伸出一只手指 往那刀痕上轻轻一抚 仔细辨认起来 钢银沙的材料 韩力自然听说过 因为它是可以加入炼器中 让法宝变得更加坚固的几种材料之一 在效果上来讲 是仅次于炼精的一种罕见的材料 此材料本身也是坚硬至极 法宝难催 无论乱星海还是天南修仙界 都是一种近乎绝技的存在 难怪陆长老的飞刀斩上去 几乎丝毫效果都没有 韩力凝重的看了一会儿刀痕 突然默不作声的一抬手 十余口清光闪闪的小剑 从袍袖中飞射而出 化为了十余道青芒 直射整块十余各处 南龙侯二人呢 先是一愣 但马上就明白了韩力的用意 这竟叮叮当当的一阵乱响 十余个数寸深的剑孔 出现在了十余之上 整个剑孔中 同样都有荧光点点泛出 的确是钢银纱不错 而且整座十余 都是掺紧了钢银纱 但密度并不均匀 看来并非人为所致 而是十余本身就蕴含一条 钢银纱的矿脉啊 韩力脸上露出了一丝金色 声音呢 却是不紧不慢 见到韩力飞剑 竟能在十余上 刺出比他的飞刀 还要伸数倍的剑孔的时候 南龙侯二人脸色 微微一变 但是鲁长老一听这话 眼中贪婪之色大气 死死的盯着石壁 不再说一句话 南龙侯的脸上 同样有一种火热之色闪过 但略以思量之下 神色渐渐恢复了正常 我们走吧 先去那股探宝再说 哦 这就走 这些钢银纱 可是难得的宝物 我们不如先敲下一些再说 陆长老迟疑了一下 陆兄 你这个时候怎么糊涂了 这些钢银纱有多坚硬 你刚才不是亲自见识过了吗 别看这里可能有一整条 矿脉的钢银纱矿石 但一块拳头大小的圆矿 只能提炼出米粒大小的一丁点钢银纱而已 你要花多长的时间 消耗多少法力才能切下足够用的圆矿啊 况且此物固然珍贵 可别忘了 我们现在缺的可不是这些身外之物 而是能延长寿源和迅速提升境界的灵药 否则大险一来 我们也不过是一堆白骨了 南龙侯眉头一皱 大有深意的说道 陆长老听南龙侯这样说 先是一愣 接着有些恍然的连连点头 嗯 南龙兄说得极是啊 老夫竟一时被宝物萌新 差点忘了死刑的主要目的 多谢南龙兄提醒了 随后他不再看石壁 生怕再受诱惑的向洞内快步走去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韩利对整条矿脉的钢银纱 同样大为不舍 脚步不由的缓慢了一些 不过就算他的飞剑 掺入更金 远比普通飞剑锋利的多 还有灵液可以马上恢复法力 切下足够的钢银纱原况 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反而大有可能挑剔南龙后二人的妒忌之心 就到这个时候 韩利的脑中突然响起了大眼神君的声音了 嘿嘿嘿 竟有这么多的钢银纱 老夫当年可是苦寻了许久 都没有找到多少啊 不愧为质魔骨 他们正好可以用在老夫新研制的傀儡身上 用这些钢银纱 掺入的傀儡躯体 普通的宝物是无法伤他们分毫了 哎 将这些钢银纱全部弄走吧 全部弄走 老怪物 你不是没睡醒吧 这是钢银纱矿脉 不是零食矿脉 我怎么能全弄走啊 难道用飞剑一块一块砍吗 哼 被神君既然如此说了 当然有办法了 哎 还想他 你不是有许多的弑金虫吗 我教你一个法学 可以操纵弑金虫 钻入石壁之中 吞噬钢银纱 然后再返土出来 凝结成钢银纱结晶 这个方法 西年从一名击毙的虫修身上得到的 不光是金虫 其他几种灵虫啊 也能做到此事的 只是 没有你的弑金虫如此方便就是了 竟有这种口诀 好 传说过来吧 我马上让这些灵虫搜集钢银纱 含里说完 不知道是为了钢银纱 还是威力口诀之事 他显得又惊又喜 哎 我先和你说好啊 无论得到多少钢银纱 都必须先留给我炼制最后的傀儡才行 绝不能浪费在其他的地方 该更不能掺入你的法宝中啊 若是炼制傀儡最后有剩余了 剩下的就由你随便处理 我不会管的 前辈看来还不知道 在下的法宝 根本就无需掺入钢银纱 早已用炼精炼炼过了 那种材料可比钢银纱效果更好啊 炼精 哎呀我的天 你还有这种逆天的材料 还有剩的没有 只要有那么一点点 我都大有用处啊 你也知道 我用的法宝是整套的飞剑 当初得到的炼精虽然不算小 但也只是勉强刚够用而已 哪还有什么富裕啊 哎呦没有了 哎呀这真是暴天天物啊 大眼神君一下子变得失望至极 后中满是喃喃的痛惜之声 哈利听了呢 不禁暗翻了几下白眼 将炼精用在本命法宝上 怎么能算是暴天天物呢 不过他现在有求于对方 也只能故作不知了 这个时候 哈利已经跟着前面的两个人 进入了山洞一段距离 并有意无意的 故意的拉开一定的距离 以防的二人发现他的异样 这个山洞虽然有些灰暗 但是三个人无疑不是法力高深之人 只要稍微往目中注入灵力 就可以看清楚个大概 山洞的大小始终保持着洞口处一样 两边的石壁也仍然是那种淡黄的颜色 在路上 哈利随意的又用一口飞剑 斩切了一下石壁 结果露出来的还是荧光闪闪的颜色 哈利有些骇然了 但心中占据这些矿脉的念头 更剩了两分 哈利一边走着 一边听着大眼神君 传给他神识的一篇屈虫口诀 虽然说这口诀啊 全是古文组成 有些晦涩难懂 但在大眼神君寥寥几句指点之下 原本呢 就对屈虫术小有心得的韩利 顿时豁然开朗 顺利的融会贯通起来 当口诀已经传授完毕 大眼神君的声音再次沉寂了下来 韩利呢 则又低头思量了一遍这个口诀 确认无误后 一手往腰间看似随意的一幅 一只灵兽袋 默然不见了踪影 随后 韩利走路姿势丝毫没变 但从绣袍中 一只只金色的士金虫 无声无息的飞出 悄然的向来路飞去 走在前面食欲帐的两个人 丝毫没有察觉 韩利的小动作 走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啊 这袋子里边的士金虫就全部释放一空了 韩利缩在绣袍中的双手一掐绝 并结下了一道法印 神石呢 随之响起低沉的咒语之声 并通过神石传到了回他的路口处 正漂浮在十笔前的那大群的士金虫身上 金色的虫云 通然是金光大放啊 随即所有的飞虫一阵模糊之后 一窝蜂的向石壁冲去 结果竟丝毫阻碍没有的 直接顿入了石壁中 消失的无影无踪 石壁表面看起来 却没有一丝的破损 韩利用神石感应到这个情形 这才安心的将神石收回 并略微加快了步子 再走了一会儿 刚拐过一个弯道口 前面的两人呢 就停下了脚步 韩利心中一领 急忙向前望去 只见前面豁然开了 通道呢 也一下子变得宽广 在这宽大的通道当中 从上至下的遍布 中乳岩式的怪异的石头 并发出了丝丝的银白色光丝 将整条通道都照得是光亮至极啊 这些银丝怪异异常 虽然明显是无形之物 但偏偏每条光丝都是清晰异常 犹如有形一般 这就是北极圆光了 两位道友虽然应该知道一些 但算一下呢 还是要再提醒一次 在北极圆光中 除了两仪环之外 千万不可妄动任何灵力和法宝 一旦身上外泄灵力 被北极圆光感应到 我们三个人绝对是死路一条啊 南龙侯望着眼前的银丝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肃然的说道 寒历默然不语 没有回答此话 但是呢 却一斗绣袍 一只乌黑的纸环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之后 落入了首心处 一见寒历拿出了两仪环 这鲁长老和南龙侯 立刻身形一晃 面色凝重的 退到了寒历身后杖许处 已是啊 这下面就要以寒历为主了 寒历手捧纸环一张口 这一团清晶气从口中喷出 照在了纸环之上 乌光闪动 所有的清晰被纸环吸纳得一干二净 然后嗖的一声 自行飞到了寒历的头顶之处 漂浮不动起来 寒历面无表情的一仰手 一道法诀打在上边 两仪环一阵轻颤啊 随即一缩一帐起来 转眼之间 纸环就化为了直径五六帐的巨环 去 哈利伸出一根白皙的手指 冲纸环一点 轻轻吐到 发出一声怪异的低鸣 巨环是击舍而出 南龙侯二人的目光 一下子随之凝重了起来 这件巨环一冲入不知多少万道的光丝之中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笔直的光丝如同被搅乱的水面 在巨环进入的刹那间混乱了起来 在乌光的闪烁不停中 所有的阴丝啊 一接触纸环外壁 立刻起击般的一拐弯 竟避开了纸环绕道而行 如同通灵一般 看到此景 韩丽心中松了一口气 南龙侯二人呢 也是面露笑容 不过 韩丽对这些北极圆光的威力 还是有些好奇的 他略微想了想 单手呢 往褚蛋上一拍 一颗拳头大的蓝碎圆珠 出现在了手中 这是一件 早年得到的上街防护灵气 韩丽手持此珠 略微的往珠上注入一些灵力进去 顿时啊 一层蓝汪汪的光幕 浮现在了珠子表面 韩丽反手一弹 圆珠化为一团蓝光 击射而出 这一次啊 蓝色光珠一进入北极圆光中 种银丝 如同见到了可口的猎物一般啊 遗产之下之后 立刻蜂拥而上 将其团团围住 一根根纤细如发的细丝 洞穿了蓝色圆珠的各处 是那光照如同无物一般 片刻之后 被种银丝洞穿的圆珠 狂闪几下之后 就从体内自行爆裂开来 化为了一团艳丽的荧光 消失在了诸多光丝之内 韩丽瞳孔微微一缩 男龙猴和老者也面色为之一尘 韩丽神色瞬间就恢复如常 他伸手一招呢 巨环飞射而回到了头顶之处 无声无息的落下 一下子将三个人都套在其内 接着一个乌蒙蒙的光照 出现在了指环外侧 将韩丽等人都护在其内 走吧 韩丽没有多言 简短的说完之后 台步就走 两一环随之一起移动 这个时候 鲁长老和男龙猴 可是寸步 不敢离开那韩丽 他们知道 这个时候稍微出一点差错 他们就再也走不出 这坠磨骨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494回